食卫及卫生局局长陈兆祠 早上去到夏葵冲普通科门诊诊所 接种流感疫苗 陈兆祠联和医管局主席范雄宁 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等 一起接种流感疫苗 陈兆祠说当局今年采购了 94万多剂流感疫苗 包括给儿童和学校接种的30万剂 当中有3万剂是喷鼻式疫苗 政府会一直检视情况 和做好宣传工作 他又呼吁市民 特别是长者 应该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双重的保护 在这个冬天 因为我们要有疫情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进入 我们现在的疫情 在香港虽然是慢慢稳定 但是如果要进入常态化 我们都必须要提高 我们新冠疫苗的接种率 如果不幸运 是染了新冠肺炎 和流感一起 那个病发症死亡率 这个都会非常之严重 所以我们真是呼吁 老人家一定要穿好这个保护衣 无论是我们新冠疫苗的避弹衣 或者是现在我们推出的季节性流感 冬季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保护衣 大家都要建立起一个双重的保护 那就是应该把患的保护衣 对免疫苗受害 是与精神的保护衣 跟兴疫苗的保护衣 再调整的保护衣